有些時候你選了一個工具 你用那個工具玩了議員的身份 再幫助你所支持你的民眾 你要回饋給你們 他們才會繼續支持你 我自己多年來 由我當年可以做議員也好 我覺得我做議員是一半做社工的 所以我自己多年來的工作的重點 是放了去地區和幫助很多弱勢的社群 但是基於很多的因素 我未必做到很多組織性抗爭性的工作 因為在港同盟民主黨年代有些分工 很多勞工事務也不是我負責 特別是港同盟民主黨早期 所有勞工事務才是負責 所以在議題上永遠沒有輪到我說話 在地區上我會幫助很多市民處理這些問題